欢迎收看范锦维的环宇漫游 今天起飞大放送呢 我们就要来谈谈 美国选举即将到来 想连任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 他这个经济排打的如何 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 在疫情中的经济表现又是如何 经济学家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讲的 大萧条大萧条很吓人耶 大家好 我是范锡维 这个COVID-19疫情 已经这延到10个月了 那经济学家一直在讲 这是1930年大萧条以来 最大的经济涮退 害我都不敢花钱 这经济到底什么时候快要反弹 我都快憋死了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 就是IMF 在13号就发布了最新的 世界经济讲完报告 我们先来看看台湾的数据 我们台湾因为防疫有成 IMF就把我们今年的GDP成长率预估 从先前的负4%就上调到零 是亚洲四小龙中唯一一个被上修的国家 你不要小看这个零 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是负的 所以相比之下 台湾都已经很优秀了 而且其实还有很多台湾的专家认为 这样的预估值都太保守了 至于明年我国的GDP成长率 IMF认为是渴望达到3.2% 来我们给你们台湾手 看完台湾 我们接下来看全球 这个数字就没有那么漂亮了 这个IMF认为 目前各国就业的情况 仍然远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准 其中受到最严重冲击的 就要属于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者 年轻人 妇女 穷人就更穷了 那预估全世界将有9千万人 会陷入极端贫困 而目前上演的这个大封锁 很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所以IMF就呼吁各国 你千万不要太早撤回 那些用来救经济的各种措施 那IMF又说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本来是觉得应该要跌 这个4.9%的啦 但后来看看 这个新进国家以及中国 在第二季的这个经济成长 又比本来预期的要好嘛 而且有迹象显示 第三季的复苏速度还要更快 所以认为今年不会跌4.9% 他认为只会跌4.4% 我知道这个0.5%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齐言 但重点是 状况就是没有本来想的那么坏啦 那不过看到明年呢 专家们认为经济的进展有限 因此呢就决定把这2021年的GDP成长预估 是下修 是从这个5.4%就下修到5.2% 你看是不是一直讲那个大衰退大衰退 那同一份报告呢也指出 中国仍然是今年主要经济体当中 唯一呈现增影成长的国家 那看到这里呢 相信很多观众就满头问号啦 包括不在内 这个中国数据能信吗 他们想怎么样讲就怎么样讲啊 反正外人又查证不了 何况今年5月这个中国人大会议 才罕见的不提全年的GDP目标 这不就是暗示数据不会太好看吗 那其实中国的数据呢 大家都是参考参考打个折扣啦 IMF当时没有这样讲 是没有讲的 不过中国现在经济你这么大 完全不看是不可能的啦 那IMF就预估啊 中国今年这个GDP成长率 渴望会达到1.9% 那比前一次预估呢 又往上调了这个0.9% 那至于明年的预估 则是会成长8.2% 我XX真的还假的啦 中国从2012年以后 全球GDP增幅就从来没有宝吧 怎么可能来一个疫情 外加水灾还灾 这个经济还比以前更好 那最近时机敏感啊 什么都要小心查证 对不对 那有立场也不行哦 那一堆网友就在骂 我说我左胶嘛 那我们就找了一个 中间偏右的这个 华尔街日报啊 来瞧一瞧 那这个报道里面就指出啊 IMF表示 中国将成为第一个 复苏的主要经济体 主要是因为呢 它是第一个解除封锁 重新开放的国家 加上全球各国 对于医疗用品跟设备的 强劲需求 也帮助了中国的出口 就成为他们这个增长的动力 那IMF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 哥皮纳斯呢 则说中国正在带动 全球的经济数据 如果没有中国 2020年跟2021年的 这个累计增长将是负数 他说中国的经济呢 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水准 但像是欧洲啦 或是拉丁美洲之类的重灾区 就必须要等到2023年 才能够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那康乃尔大学这个贸易政策教授 普拉萨子表示啊 中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不但控制了COVID-19的这个传播 又透过降息啊 贷款给省政府 并且借钱给中小企业 多管旗下支撑经济 他还补充说 中国在有效控制病毒的同时 明智地使用了各种刺激经济的措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除非控制疫情 否则不管寄出什么样的措施 经济都不会有太大的复苏 而且根据彭博对于IMF数据的分析 预估中国呢 明年对全球经济成长贡献度是 26.8% 到2025年的时候 贡献度还会增加到27.7% 远比美国的占比会高出 15到17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这场疫情将使得 全球经济成长发生持久的转变 并且将中国推向最前线 那其他国家呢 IMF把美国今年GDP成长预估 从6月的-8% 大幅调升到-4.3% 虽然还是负成长 但起码还是进步了3.7个百分点 至于欧元区呢 也从之前估的这个-10.2% 然后呢 调升到-8.3% 那其实大多数的国家 今年GDP成长率预估都被上调了 也就是说情况没有本来想象那么严重 主要经济体里面呢 只有印度是被严重下修了 5.8个百分点 那主要就是印度的这个疫情 持续确诊人数 已经飙迫了750万大关 直逼美国 所以呢 这个经济展望就被大幅的调降 美国现在这个经济状况的好坏 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川贵人的选情啊 一般的看法呢 都是川普过去在经济上表现 一直很不错 也被他拿来当作最主要的政绩 在这一波疫情之前呢 美国失业率是50年以来最低 而且美国股市一度就飙迫历史新高 川普把一切就归功于 他三管旗下的经济政策 分别是第一个是减税 第二个是政策松绑 第三个是对抗性的贸易政策 同时表示呢 这些措施也能在疫情过后 继续带动经济复苏 不过权威的财经杂志 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 在10月17号就刊出了一篇文章 就认为这个川普经济学啊 没有川贵人自己讲的那么神啦 在疫情前这个记录呢 其实是好坏参半 川普是用减税增加开支之类的方法 是成功刺激的经济没有错 但也只是抵消了 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所造成的损害 川普政府说减税 可以让钱回流到人民的荷包 这个话是没错的 但是美国政府的预算市值呢 也已经从4.4%飙升到6.3% 川普主张帮企业松绑 也可以刺激投资 但事实上根据IMF的数据啊 这个政策松绑虽然提振了企业主的信心 但投资却没有显著的成长 税改呢是拿掉了一些不良的政策 但是相较于整体经济规模 能改善幅度实在太小了 那至于川普展开对中国的贸易战 大家都看得很爽啊 但是经济学员反倒认为呢 如果不是川普掀起了贸易战跟关税战 伤害了全球的经济展望 那美国根本就不需要额外的经济刺激措施 那根据IMF预估啊 在疫情爆发之前 另一项研究也指出啊 这个川普对其他国家科增高关税 毁掉的就业比创造的还要多 因为进口零件变贵了很多 而且也引发了对方国家采取报复行动 对美国商品科增高额关税 最后报道呢也给出一些建议 疫情过后的美国经济政策 应该要瞄准投资 在促进经济成长增加就业率上面 而不是拿来减税 因为唯有活络经济刺激就业市场 才能够帮助遭疫情重创的人们 尤其是较为贫困的这个劳工阶层 而且别忘了关税战往往是两面刃 你用自卫的方式来保护制造业 却可能损害经济增长跟消费者的荷包 那早在今年初疫情刚开始扩散的时候 很多经济学家就说 这个决定经济复苏的不是经济政策 而是抗疫政策 疫情控制住了 经济就会快速反弹 但如果控制不住呢 经济回弹就要花更长的时间 你看看这个中美两国的情况 你会觉得这些经济学家说对了吗 你觉得疫情之后 美中两国的对抗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今天起飞大放松的关键字是 后疫情经济 抗疫成功是最好的经济政策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 台经院邱达生教授 对我们今天报道的协助 我们马上回来 台经院邱达生教授